哎呦呦 兄弟们快看呀快看呀 这里面有一条蛇 我的天哪真的是太吓人了 今天不是碰见了几个鱼友在河边抓鱼呢吗 收获不是很理想 但是他们另一个龙的里面 收获好像还不爽呢 从我这个角度看上去 里面好像全部都是大个头的鲫鱼瓜子 这第一条的个头还是很不错的 这位小哥 好像是受到了刚才那条蛇的惊吓 这会儿抓里面的鱼呢 就是有点战战兢兢 总而言之 也让总之 里面的鱼已经被抓得七七八八了 这还收获了一只小龙虾 我看看还有啥 又是一条小鱼 然后这个陷阱里面 已经是空空如也了 现在兄弟们 我要带你们去看蛇了 说实话 我也是比较害怕的 毕竟是一条野生的嘛 这家伙就在这个里面 也不知道大家伙能不能看清楚 这家伙 好像已经被卡在了鱼网的缝隙上中 个头还是蛮大的 一种条都搭在了鱼网里面 我本想用脚踩在他的尾巴 给他拽出来的 可是第一次 失败了 没关系 撞起他的 又来了一下 这次踩住了 但是没有拽出来 抖了半天 也漏是没有给这家伙抖出来 算了吧 这笼子直接是不能要了 现在这会儿 咱们去把自己隔的那个陷阱 给收一下 因为家里面的猛鱼 实在是太能吃了 必须每天都得过来 给他们捞鱼 先把陷阱下面的鱼网口 给他们解开 哎哟 这一次的收获 好像是不多呀 不过这条鲫鱼的皮毛 还是很不错的 就是小了点 一球就中掉 陷阱继续放进去 牛天带过来